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解释一下 白富美是什么意思 生活独立 还有经济独立的 而且要有上进心 要有发展空间 你怎么认识彭彭的 彭彭是通过家园网站认识的 然后眉来眼去的就产生了那种感觉 他哪儿白了 脸比较白点 他美吗 平然眼里出西施 对吧 对 那他的富到底富到了什么程度呢 开着豪车吧 你看见了他开了 我在他的博客照片上看到了 看到好多 他也提起过 那这个白富美三样当中 到底哪一样最打动 彭彭最打动我的一面 就是他的舞蹈吧 他的舞蹈 阿娜多姿的 阿娜多姿 对 你说阿娜多姿 我没追过女孩子 感情经验都是空白的 上大学的时候有好多女孩子追我 不下1000个吧 1000个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就是全班的女同学都喜欢我 这边大学的女孩子都知道我的 我的人气很高 1000多个女生追你 你都没有心动吗 不是没有心动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说比较专注吧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学业 还有事业上面吧 你说蓬蓬看上了你 蓬蓬看上你哪些地方呢 我虽然目前是个三五人员 没房子 没称 没经济吧 但是我想自己创业 你的创业资金呢 找银行贷款吗 拿什么去抵押 我父母的房子 父母的房子凭什么给你抵押 我觉得一家人们最起码有 一家人也要分清楚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如果做不到你的 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做不到你的 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是我的 是我的 你的 还是我的 不管他是我的 我的还是他的 但是我一定要征服他 我才能成功 我才能卖下下一步 你征服谁 当然征服我父母了 我第一次听说父母是用来征服的 父母生了你 养了你 还要被你征服 做你的父母可真悲哀啊 不悲哀 我们家都很乐观的 28岁不工作 没有恋爱过的陈宏伟 通过网络认识李哥叫蓬蓬的女孩 被蓬蓬优美舞姿 强烈个性打动之后 陈宏伟经常给他发博客留言 可是这位神秘的蓬蓬 出现在博客火影两次之后 再也没有了踪影 今天 陈宏伟来到节目现场 向他心中神秘的白富美告白 那么蓬蓬会来到现场 接手他的告白吗 这么一个男性 今天来到这儿 向他的白富美告白 他的经历 他所拥有的条件 他所追求的爱情目标和爱情方式 你们认同吗 来 请表态 一个人自信是好 但自大就没有用了 每个成功人都是从自恋开始的 对不对 人不自恋 怎么能恋人呢 哎 对 我恰恰 我特别喜欢图老师这样的话 但恰恰是你这种自恋 让我觉得你是 其实是内心极度的缺失 你是特别自卑的一个人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觉得自卑 我不觉得自卑 这只能说你自己体现你自己自卑一点 我不觉得他懂 如果你不 大家都知道 范冰冰所称为范爷 对不对 范爷 如果我有机会和你合作 或者是为你工作的话 我想一定会把你拿下的 我觉得你像是从那个秦朝穿越过的 就像是那个兵马俑里面爬出来的那个外星人 真的 兵马俑里面爬出来的外星人 你是哪个国家的斯密达 他是挺好的斯密达 你要表白的那个白富美 他真的跟你一样也是 你们那个星球的人吗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发现你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快乐的起义 陈宏伟在现场屡屡语出惊人 让大家感觉到在他自大的外表下隐藏这一刻被自我保护包裹的心 由于在风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压抑而自卑的陈宏伟 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与人沟通 可是有过几次网络沟通 已经意识到他问题的蓬蓬 本打算通过这次见面帮助陈宏伟 可是陈宏伟语出惊人 让蓬蓬十分尴尬 他还会来到现场接受陈宏伟的告白吗 我接下来希望你能够踏实一点 来向自己喜爱的女孩子告白 好 接下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你觉得蓬蓬今天会来吗 会来吧 你到底喜欢的是蓬蓬的这个人 还是白富美的属性 我喜欢蓬蓬的多方面吧 蓬蓬不是蓬蓬 如果蓬蓬出来之后 说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孩子 所谓的白不过是化了妆 所谓的富只不过是发了点豪车 所谓的美不过是收拾了一下 其实他很平凡 你还会向他告白吗 当然因为每个人都来自平凡的生活中 如果蓬蓬出来说 不喜欢你的不脚踏实地 不喜欢你的好高骛远 你怎么办 我想我会发短信给他 我会感化啥吧 最后再掏句点吧 你到底是喜欢他的富 还是喜欢他的人 我喜欢他的喜欢他的人嘛 发展空间比较大点 自信上进心 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我要回头了 一 二 三 哦 my god 我的百分美终于等到了 主任好 来你们俩站一起我看看 大家说合适不合适啊 谁说的合适 来自我介绍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蓬蓬 你确定是蓬蓬 不是蓬蓬啊 你今天怎么会来呢 今天主要还是出于好奇吧 好奇心驱动我过来 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 有这么大的勇气 可以站到这里表白 那跳舞舞姿特别好 出声入话吧 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来 掌声欢迎 我既然来了就站在边上吧 我既然来了就站在边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nt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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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生漫漫长路中的第一次表白 很珍贵哦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接下来是陈宏伟的告白时间 好的 掌声欢迎 我在博客留言留了很多 我知道这点可能让你感觉有点反感 你也许不会答应我表白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糖葫芦 我什么都没想特地下车在北京买糖葫芦 我也不知道老北京哪里卖糖葫芦 我跑了好多圈 我的脚上面都磨出了血泡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我是一个非常努力 而且非常尽力的人 所以我今天买了一个糖葫芦 希望你来 你来品尝吗 那个糖葫芦就算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 我脚的摩托血泡了 我从天安门 天安门一直转了好几圈 我找不到糖葫芦 卖糖葫芦的地方 但是在晚上我看到一个老大爷 在一个墙角旁边去卖糖葫芦 我毫不犹豫地给他10块钱 我买了一根糖葫芦 他说小伙子你一定要表白成功 我说大爷 我这个不敢向你打包票 因为这个糖葫芦 还是有北京自身的特色的 它可能一串一串的 代表一个男孩子的心 男孩子的责任嘛 就像竹子的竹节一样 节节高吧 就是说我对于你的努力也是这样的 我从没有说过我爱吃糖葫芦 就说回去吧 其实我过来这次除了是好奇 然后其实更多的是想告诉你一些话 你所定义的那种白富美 是你自己所定义的那种 跟我定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心中所想的白富美 其实不光是女生要长得好看 然后还是要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灵要美的 你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而且就算是你追求白富美好吧 其实大家哪个男孩不喜欢白富美 可是你也不看看你是不是高富帅啊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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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